OK,大家好,我现在测试屏幕录制软件 我是你们的Ady 当然,在这节课中文我教大家如何使用翻墙软件 登录你们的Facebook,Twitter,YouTube和谷歌家 首先,你们要下载翻墙软件,骁劳勇 这个软件可以在摆顶上找到,随处都可以下载 这个是我已经下载了 首先,我打开翻墙软件 好,等它搜索服务器 搜索服务器之后,它会自动跳出一个网页 我们不管这个网页 我们选回服务器,选择最快的一个 复职最快的一个,作为我们的代理服务器登录 好,下一步我们打开谷歌浏览器 打开谷歌浏览器之后呢,我们在地址栏输入Facebook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已经登录上了我的Facebook 好,我们试一下Twitter Twitter.com 好,大家也可以看到,Twitter也登录上去了 那么再试一下YouTube YouTubeB 同样也可以登录 而且这个速度相当快 但是呢,这个只是一个下载的速度 上传的速度会比较慢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使用这个文件来上传你们的一些文件 比如说你想上传到YouTube这些视频是比较慢的 我曾经试过呢,可能要上传一天 那就没必要了 所以可以登录下载一些东西才是可以的 如果你真的需要上传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去购买VPS 那这样的速度会比较快 好,我们再看一下谷歌浏览器会是怎么样 好 同样谷歌浏览器的打开方式也是比较快 好 在这里呢,我要输于需要注意的是 当你打开翻,这个翻墙软件的时候呢 你在登录一些国内的网站的时候是登录不进去的了 如果你需要登录的话,你必须要关掉它 但是你要关掉它之后 Facebook和Twitter这些呢,也都上不了了 这点需要大家注意的 好,这一课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